一切所做的 都一定为了成佛我才要做 跟成佛没关系的 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我花太多心思 在不必要的事情上面 然后你就伤了你的心 伤了你的心 你的身体就不好 这样知道吗 因为我关心的是众生跟菩提心 这个不会伤我的心的 会让我很有精神 但是如果我错了 我错了 我关心我儿子 我关心我徒弟 我关心我的道产 好像是对 结果你忘了关心菩提心 忘了关心众生整个世界 那就花不来了 因为我们50cc的引擎 就是开50cc的车子就好 你不要50cc要去开 那个1000cc的车子 开不动 那如何增加自己的承受力呢 就是菩提心 心量要广大 才有办法 但是如果你还有欲望 所以我师父教我这个 我老师讲 我每次跟人家吃饭 哇那法师吃辣的 哇那法师吃辣椒 我都知道完蛋了 他们的世间 欲望超过于佛法了 甚至有些人吃不好 会翻脸 翻脸 那对他来讲没帮助 所以各位呢 对世间的 虽然我们发菩提心 财色明石碎 色受想行事 你执着哪一点都不行 那不然你就会贪爱执着 又造成一个轮回了 所以顿时舍 马上放下 各位 不要吃辣的好不好 这才是对我好啊 每次整桌都在吃辣 还大法师不吃辣的 可怜 谁说我不吃辣的 只是不会是不能吃 我已经发愿了 顿时舍 修行 各位 如果你没有 等我明天再借 抽烟的人 我这一包抽完 你永远借不掉了 这一包还有下一包 等我这一次去赌完 等我这一次谈恋爱谈完 我下辈子就不谈了 那现在就咔嚓了 还等你明天 各位这一点你要看清楚 22 这里面讲的是贪嗔痴 22 世间所有为四限 你现在世间所看的 都是你的分别意识所产生的 这个是镜子 这个是房子 这个是佛像 这是你的分别意识 那真正的智慧是 看到它的本体没有分别的 花就是水 水就是桌子 因为名字不一样 它本体一样 所以心体离珠细论别 所以各位我们的内心 要恢复到那个本体 不要想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就是说 它一下穿乞丐 它一下穿皇帝 它穿男人衣服 穿女人衣服 这个世间万法 这些像都是虚幻的 了达能所本无恶 我即对象 能够生起意识的我 跟所被我看到的分别的 这里面本来都是空性的 三轮体控 那不执意 所以你就觉得万法平等 无有差别 内心极静 那叫灵舍生命 不离极静处 请记住这个 这是菩萨道的戒律 不管我事情这么多 这么烦 那内心里面 永远都是极静的 我没有分别 叫随缘自在的 今天得癌症了 今天 人家把你抓去砍头了 然后你明明要说法 他也把你砍头 那你还是很平静 死跟生 无有分别啊 随缘 你不能起心动念 你一起说 那个时候堕落了 修了一辈子 还堕落做畜生 修了一辈子 堕落做轨道 那话不来了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所以虽然做了很多善事 那各位要观空 我们叫三轮体 没有我 没有你 没有那个事情 万法 都只是一个 如幻如化的存在 如幻如化的存在 婉然存在 各位要背哦 幻化的 幻化的 所以我跟他讲 假的假的 真的还假的 假的假的 一切都是虚幻的假的 你不要当真 当真 处理他就好 儿子跌倒了 流血了 血流太多 呼吸停止了 OK 处理他 处理他 那你不能在说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然后我那么爱他 然后没有他 然后你这个都是 概念式的思维 会让你心乱掉 所以各位 你现在一定要把你认为 你拥有或执着的 去看破他 这个要修不静观 无常想 你要去看破他 儿子死了 先生跑了 钱没有了 身体得癌症 我变成哑巴了 你要这些都习惯 海盗法师变乞丐了 被抓去观了 因为放生了 对不对 我都已经OK了 你任何时间 叫我做什么 我无所谓 因为修行在我内心里面 外面都是假的 借假修真而已 监狱也好 下地狱也好 下地狱更要修慈悲心 如果有福报 能够下地狱多好 所以你要有下地狱的心 你才有上品上身的 这种资格 所以对这些 要无分别 23 赏心越是现眼前 樱观犹如下手 不要被诱惑了 好甜哦 好美哦 好浪漫哦 那这些好事来了 特别现在的女生 我发觉 缅甸也好 泰国 女生都很喜欢 打扮得很漂亮 我看那些 小和尚快完蛋了 然后呢 然后因为女孩子 为了保护自己 他就很喜欢竞争 那些种嫉妒心 就会变成这样 那这个 然后他为了漂亮 所以他就要去买衣服 然后没钱买衣服 他可能要去卖身体 恶性凶啊 所以各位 这个世间的事情 一切最好的都是 拿来庄严三宝 利益众生 不是自己喜欢 赏心越是现眼前 所以你喜欢的事情 樱观犹如下时红 夏天的彩虹 一下就不见了 外境虽美中非实 外面在什么美 所以佛陀过去说 忍辱仙人 有几个漂亮的宫女啊 服侍国王 国王在睡午觉啦 他们就 哎呦好漂亮的花 就采 然后就走到 我们忍辱仙人面前 忍辱仙人说 哎呀你们那么爱漂亮 你要知道哦 你们所追求的年轻漂亮 就像你们手上 那一朵野花 等下就凋谢了 他没听哎呦 我们怎么没有想到 就坐下来听他说法 然后得到开悟 但是也为了跟这些宫女说法 被国王砍手砍脚挖眼睛 这样 国王就嫉妒 哎呦你诱拐我的宫女 结果他被砍 他也是很平静 流出来白色的血 国王吓坏了 怎么会流白色的血 除非是佛啊 在印度的时代 唯有圣人才流白色的血 国王就后悔了 但是这个先人 不但不怪 发愿渡国王 所以恢复了他的外表 所以整个国家就扶持三宝 所以我想各位你要了解 这些世间 你所认为的快乐 漂亮 高兴 都是骗你的 没有永恒存在的 非实际存在的 所以各位要看到实相 万法 一切爱情身体 拥有的真实的面貌 都是空无自信的 了解 24 诸苦犹如梦上子 我们对快乐不能执着 对痛苦要看清楚啊 所以所有的痛苦 就像梦中死掉儿子 白哭一场 懂得吗 你在睡觉的时候 梦到儿子死了 哭起来 原来在做梦 那就假的吧 所以你儿子死了 你先生死了 你太太死了 你钱没有了 那也是一场梦 人生如梦 如梦幻泡影 但是你妄想执着 认为它是真实存在而拥有的 那你就会很痛苦 起烦恼 故意违缘 惠于死 所以各位在 不好的境界来了 伤害来了 那你要说 那也是一种助援 帮助我修菩提心 它是假的 本来就没有这个快乐 所以也没什么好痛苦 但是如果你也执着有一个快乐 我要谈恋爱 我要幸福 我要别人尊敬我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什么叫出离心 像我们出家人 不能好名字 因为我们有些出家人 喜欢爱名字 我要做会长 我要做住持 这样有一个成就感 那你也会受苦 因为它会变化的 所以世间万法 都不能去想要抓住什么 空中花 水中月亮 你抓得住吗 抓不住的 所以要这样去看 世间的一切都是如此 再来 后面讲的就是六度波罗蜜 布施磁戒忍入 既然已有一个正确发菩提心的动机 那你要发菩提心呢 就要达到前面所讲的 修交换修回向 待受过 占他得 145 也被恭敬被悲悯 很顶待 无畏确 离交慢 详至心 顿时舍 不值意 观贪拙 观虚妄 这样去看待一切 然后以这个正确的发心 这种空性 那前面只是一种 让你一个前行而已 那你要真正的去 达到波罗蜜 自立立他 你就必须符合空性 跟悲心去修波罗蜜 所以你要实践六波罗蜜 所以25 求觉 那各位既然要成佛觉悟 那就应该放下自我 自己的身体跟财产 况且一切身外物 这个身体是 是要 就像释迦牟尼佛坐在金刚宝座上 我如果 不成佛 事不起起坐 要有这个决心 所以 佛陀为了求成佛 断了一千次的头 死了几万次 不然不能成佛的 成佛没有捷径的 所以你要有这个准备 所以连身体都要布施了 你看佛陀 布施给老虎 布施给老鹰 布施给小鱼 布施给鲨鱼 布施给病人 释迦牟尼佛做国王 国家在很多人生病 跳到大海 发愿成为一只身体能够治病的鱼 这一只红鱼就被吃了12年 慢慢吃 吃了又长出来吃 很痛啊 然后终于全国都恢复了 然后鱼才死掉 那这是成佛必经的过程 要有这个想法 况且一切身外物 何况这些金钱财产呢 故于身材尽舍却 所以各位要 趁活的时候啊 赶快布施 布施完了你就快乐 结果你会发觉 越布施越多 为什么 因为你无所求的布施 你会有更多的资粮来布施 你就能够圆满布施波罗明 而布施布施以后没有了 所以故于身材尽舍却 不忘报是佛子行 这个世间讲夜报的 你布施什么就有它的果报 现在你眼睛看不见 它已经在天上了 它已经在极乐世界的莲花了 甚至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做完所有功德都要回向布施 它永远都具足在你生命里面 所以那你这样才可以圆满布施波罗蜜 而且不求果报 26 无戒自利不能成 你不守戒力 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 怎么可能成佛呢 欲成利他岂可能 所以想要成就利他 你不持戒就 什么叫持戒 就是不伤害众生 这是基本的 什么叫持戒 就是你要帮助众生 什么叫持戒 就是你不能有分别 所以故于三有不需求 所以我们持戒 就是不能够执着 持戒就是让我们对三有轮回众生 不执着他也不伤害他 欲戒 欲戒射戒无射戒的所有 有情 我们都不伤害他 不执着他 也不去破坏一切 情互戒是佛子行 各位要把戒律当作你的生命 宁可互戒而死也不要破戒而活 没钱没关系 不要攀缘 不要利用别人 27 欲想福慧诸佛子 应观愿家如之宝 那各位你修福修慧 特别你要 你要这个功德 福报永远在 一念称心起 火收功德 灵就没有福报 没有福报哪有智慧 所以如果你要得到福报与智慧 这些法普利金的佛子 应观愿家如之宝 所以我觉得 不生气是最简单的 不起欲望才是最难的 欲望是没办法 你看到了那个对象 你一想到那个A片 然后你马上心里就动了 这样就起荷尔蒙 但是不生气是我自己决定的 你打我骂我 那我已经决定不生气了 我只是看你在那边骂好可怜 等你情绪好了 我再跟你说 但是各位这一点你要做好决定 所以但是这些打你骂你的 你才有个修忍辱 你才有这个助缘 那如果你按捺不住的人发飙 那你哪有在修菩萨道 所以遗嘱有情舍怨对 有些人还很无聊 故意要去骂人家 故意要写个文章 打个简讯去骂他 那无聊透底 对方不好啊 我不骂不爽啊 你骂他对他有什么帮助呢 对能度他嘛 所以你度不了他 你只表达你的情绪有没有帮助 所以对所有有情众 包括蚂蚁蟑螂 它干扰你 老鼠咬你 你都要对他 要修忍辱 怎么样照顾他 所以没有这些冤心在主 你怎么成佛呢 怎么圆满忍辱呢 所以各位要修安忍 安就是安住在忍辱里面 随时有人找你麻烦 随时有痛苦 但是你能够安住 这叫众生忍 乏忍 然后呢 你才能够达到无声乏忍 一步 28 那要精进 二称行者为自立 这些为了修解脱到的 阿罗汉呢 得到辟之佛的 二称行者 他只想到自己的解脱 就很认真了 每天打坐 上勤修如舊头来 老实说我来缅甸啊 我自己就很惭愧 像我昨天跟那一位 那些法师 我知道他们有一点神通 因为他们修阿罗汉了 修禅定 但是我是修大秤 大秤问小秤 小秤看不起大秤 为什么 因为人家